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王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以及世界有关的消息 首先为您介绍到的是上海疫情的最新情况 根据来自联合早报的报道 上海徐汇区在四月十日上演了一出贴封条的闹剧 最开始要求对于全区所有住户门上都贴封条 之后有一些小区又紧急叫停 根据来自联合早报的整理报道 徐汇各居民区昨晚相继接到通知 说要在五月十二点前对于所有的住户都张贴封条 联合早报记者所在小区收到的通知显示 过去七天内所有有阳性新冠病例的楼洞大门必须上锁 还要派保安或者是志愿者看管 通知要求全区居民停止一切 也非必要外出活动四月十一日禁止一天 但是并没有解释消息 这样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很大不满 有微博网友说九点半通知封门 十点半又说不封了鼓鼓掌大上海真是精彩 也有网友回应说前一分钟徐汇贴封条了 后一分钟先不贴了又撤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同时也有人表示刚说要封又不封 想知道这个通知到底是哪个领导下的 党委书记签字盖章了吗 是不是能够把领导的名字说出来看看 也有网友传言猜测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封门乌龙是因为有上级领导要来 有消息说视察的可能是孙春兰 但是得知封门后又对徐汇区的管理做法感到不满 也有人表示这与孙春兰没有关系 只是因为舆论压力太大 导致封门闹剧被紧急叫停 目前尚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 联合早报记者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消息 除了上海之外广州的疫情也引起外界关注 广州今天决定从四月十一日开始 市民非必要不能离开广州当时 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 广州疾控防控指挥部根据防控需要 决定从今天开始市民非必要不离岁 如果一定要离开当地 必须要有四十八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从广州白云机场出港的旅客 也要持四十八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白云机场设有现场核酸检测点 广州官方决定 全市中小学从今天起暂停线下教学 改为线上教学 一直到四月十七日 从数字来看 广州的新增确诊病例 从前天的两例上升至昨天的十例 而卫健委则在发布会上说 疫情形势已极为严峻复杂 建议市民尽量少出行不聚集 非必要不离开 再要为您关注的是俄乌战争局势有关的消息 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 芬兰和瑞典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就要加入北约 泰晤士报道分析 俄罗斯可能犯了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 报道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说 瑞典和芬兰已参加了上周的北约外长会谈 两个北约国家加入北约已成为一个多次对话和会议的主题 目前尚无确切方案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引述乌克兰官员说 俄罗斯军队在今天向乌克兰东部的卢干斯克和地涅波罗地区发射了火箭弹 摧毁一座机上导致至少五人受伤 路透社报道指出地涅波罗的彼得卢夫斯克中部地区的州长表示 救援人员正在被火箭弹袭击的当地基础设施展开搜救 稍后将提供伤亡细节 俄罗斯国防部随后证实了这样的消息 说高精度导弹一夜之间摧毁了位于地涅波罗军事基地和总部 又说该军营最近得到了外国雇佣兵的增援 同时地涅波罗的机场也遭到了袭击 当地市长表示火箭弹持续袭击尚未停止 俄军对于地涅波罗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受伤 而火箭弹又引发了火灾 乌克兰方面补充表示 有一枚导弹也击中了帕夫洛格勒地区的一栋建筑 目前伤亡情况并不明确 此外根据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美国官员引述分析师预测 俄罗斯军队将从伊金向顿巴斯地区的战略目标 中心城市地涅波罗发动大规模进攻 乌克兰可能面临挑战 同时说及跟战争后果有关的消息 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 由于俄罗斯的侵略影响了乌克兰以及邻国 乌克兰经济将遭遇可怕影响 世界银行预测乌克兰今年的经济将崩溃性衰减百分之四十五点一 这比国际货币金金组织在上个月所预测的下跌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五要更严重 世界银行预计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将遭遇百分之十一点二的暴跌 世界银行表示整个地区都在承受战争带来的后果 战争已导致四百多万乌克兰人逃往波兰 努马尼亚以及摩尔多瓦等地 冲突也导致了谷物和能源的价格飙升 世界银行负责欧洲和中亚事务的副总裁比耶德表示 我们的分析结果是非常清醒的 我们的预测显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逆转了该地区从大流行病中的复苏 他告诉媒体这是两年来冲击该地区经济的第二大冲击波 而且是在该地区本来就已经非常不稳定的时候发生的 现在许多经济体仍然在努力从大流行中恢复 世界银行预计欧洲和中亚地区的新鲜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今年经济将收缩百分之四点一 与战前预计的百分之三的增长构成了急剧逆转 而这一数字比二零二年的大流行病引起的衰退还要糟糕一倍 世界银行分析表示乌克兰面临着最严峻的前景 其经济因为征服收入收水而受到严重压力 企业大多关闭或只能部分运营 货物贸易受到严重干扰 由于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乌克兰大片地区的粮食出口和其他经济活动无法进行 世界银行预计假设战争再持续几个月 但是警告说战争前景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更悲观的预测下 如果出现冲突升级 对整个欧元区将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西方制裁增加以及由信心减弱而产生的金融冲击更是不可预料 世界银行表示 该地区的经济将收缩将近百分之九 这将比二零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还要糟糕 俄罗斯可能面临高达百分之二十的GDP缩水 而乌克兰曾面临崩溃时百分之七十五的经济受损 世界银行提出另外一个令人担忧的预计 就是乌克兰的贫困人口预计会增加 每天靠五点五美元以下生活的人口比例预计将从二零二一年的百分之一点八上升到今年的百分之十九点八 世界银行预计即使该地区避免了最坏的情况 预计仅东欧地区的GDP就会暴跌百分之三十点七 而入侵前的普遍预计是增长百分之一点四 同时世界银行也分析了在战争中对于俄罗斯和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所实施制裁的影响 摩尔多瓦可能是受到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国家 这不仅是因为它在地理上接近战争发生地 而且它是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经济密切相关的较小型经济体 本身就面临脆弱性问题 此外欧洲依赖天然气来满足能源需求 也使得战后复苏更加复杂化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法国总统大选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法国先任总统马克龙以及极右翼候选人马林勒庞 在今天获得了四月二十四日总统选举决战资格 部分结果显示马克龙在第一轮投票领先勒庞排名第一 其他各主要候选人已承认失败 另外还有一位极右翼候选人穆泽尔 他们敦促选民在第二轮投票中狙击 在马克龙执政的五年中 勒庞软化了他自己的形象 导致在这一次选情中勒庞民调有所上升 马克龙在今天的一次集会上告诉他的支持者 一切都没有决定 我们在未来十五天内发动的战斗 将对法国和欧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他敦促选民在四月二十四日那天团结起来支持他 阻止极右翼统治这个欧洲第二大经济体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预计 第二轮选举将非常激烈 目前民调看来马克龙占到百分之五十一 勒庞百分之四十九 差距如此之小 以至于任何一方的胜利都将在误差范围之内 另外有民调机构提供的马克龙领先幅度略大 是百分之五十四 但是这比二零一七年大选时的差距要小得多 当时马克龙是以百分之六十六点一的选票击败勒庞的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分析报道 勒庞在最近的民调中参使了马克龙曾经领先的十个百分点的民调差距 他说他以生活费为问题的重点竞选活动 使得他赢得了保护弱者团结厌倩精英掌控国家法国人的支持 他告诉他的支持者 四月二十四日的关键是社会的选择也是分明的选择 而马克龙则告诉支持者 唯一可以提高购买力的可信项目是我们的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星期天的首轮投票总共有百分之八十八票数统计完成 马克龙也获得了百分之二十七点四一的选票 乐庞则获得百分之二十四点九 预计稍晚将有更完整的计票结果出现